关心社会福利 苗栗县议员曾文学议会总质询时 就积极争取0到2岁的托育服务 并且建议有县府辅导企业来办理托儿设施 也完善准公共化的政策 另外针对县府挹注 竹南政公所辟建国民运动馆 也要求相关单位要完善的规划 打造中港西的修行亮点 秀出头影片 苗栗县公司立幼儿园员呈现饱和状态 县府实职照顾3到5岁儿童值得肯定 但也显示0到2岁托儿设施严重不足 县议员曾文学县政总质询时 要求教育处社会处 研议准公共化托育政策完善机制 也建议县府鼓励企业办理 已经有适当的一个场地 太好了有找到场地了是不是 对那部分大概是提供给300坪的一个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就细部的规划 包含这个未来的营运 还有未来的管理这一部分 还有经费的来源 我是希望除了设政这部分 我会跟社家属这边争取以外 我也当然希望他们能够跟老青处这一边合作 一起来跟老委会那一边 一起把这部分经费的来源 以及未来的权责 都做一个细部的规划 关于企业托儿服务 目前社会处已与新竹科学管理局 找寻适合场地 将进行细部规划 至于头份市规划多年的国民运动中心迟迟无下文 人口数较少的苗栗市 却获得中央核定建制国民运动馆 曾文学判县府协助 提供中港西乡亲优质的休憩环境 头份市我们争取不到经费 我们排序在苗栗县排第三个 接着就主动测案了 那对于这个市民来说 我觉得很难交代 我们还是希望头份能够有运动中心 即使是盖在头份竹南交界 在竹南也没关系 头份市民也可以使用 我们是不是思考一下 自己逐年的边界预算 自己自筹来做 边了五千多万就报到中央 计划就不好 中央就没有要用 所以这个苗栗县的部分 他已经这个劳务发包了 竹南的部分 我们会支持竹南政工所 来把这一五千万的 国民运动中心再砍顶 把它建设起来 那头份的部分 我想我们这个同步来做 县长徐耀昌表示 县府斥资一亿五千万元 在竹南砍顶公园 打造的国民运动馆 已着手规划 而针对曾文学提及 头份市中心路 比照中央路 导入人本交通 远民中心组织调整 为局处等议题 将联合相关单位再行研议